日前 台当局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声称 现在日本水产品被大陆禁止进口 该轮到台湾来支援日本了 岛内舆论对此痛批 其无耻 谢长廷在参加日本当地的文化节活动时 面对日方代表极尽谄媚 他声称 去年大陆禁止台湾地区水果输入 当时感谢日本各方支援 让凤梨运到日本 现在日本的水产品被大陆禁止进口 该轮到台湾来支援了 他还宣称 所谓台日关系在世界上实属稀有 是世界关系的优秀范本 针对日本政府8月24号启动福岛和污染水排海 中国海关总署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此前 谢长廷为声援日本 竟称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对身体有益 引发外界抨击 其后 谢长廷又发文呼吁多消费日本海产品 是展现患难见真情的善的循环 对此 国民党民代费洪泰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评论称 谢长廷是人类的奇葩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指出 对于日本政府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这种自私自利及不负责任的行径 国际社会普遍给予批评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 中方主管部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 以及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相关规定 对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采取紧急措施 完全正当合理必要